间歇性断食是一种非常容易实施的健康生活方式 很多人用它来减肥,帮助控制体重 事实上断食除了是减肥的工具 它还会带来其他的好处 比如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 促进心脏健康 改善大脑功能,增强记忆力,帮助延长寿命 但是人们也有一些疑惑 比如有人就问糖尿病人能不能进行断食 断食的时候能不能服用维生素 哪些维生素会打破断食 如果断食的时候出现便秘怎么办 还能坚持下去吗 哪些饮料会打破断食 断食的时候能不能锻炼身体 老人和孕妇能不能断食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几个问题 断食的好处 断食的第一个好处是能够启动身体的修复 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吃东西会促进自食 所谓自食是细胞清除积累废物的过程 这些不断产生的代谢废物以及损伤的细胞构造 会影响细胞的功能 诱导身体启动自食的过程 能够帮助细胞清除垃圾 让损坏的构造得以修复 断食带来的第二个好处是预防衰老 延长寿命 断食能够保护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 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 我们在开启抗衰老模式 打开长寿基因的视频中介绍过 它能够改善氧化应激的指标 减少老年疾病的危害 第三个好处是能够改善大脑的功能 现有的数据都表明 在中年时期如果摄入过多的能量 会增加中风和老年痴呆的发病 断食是一种预防衰老的方法 对神经退行性疾病也是很有好处的 毫无疑问 断食的另一个最直接的好处 就是减轻体重 改善体型 减少腹部脂肪 断食引起身体代谢的转变 促进脂肪的燃烧 在缺乏糖类的时候 动用脂肪作为燃料 把它转变成铜体来供应能量 断食期间可以吃哪些食物 在断食期间 食物是禁止的 只有当身体的碳水化合物下降的很低 胰岛素水平也跟着相应的下降 这时候才会分解身体中的脂肪来提供能量 脂肪被运输到肝脏 然后转变成铜体 铜体在输送的全身的很多器官 来代替糖类释放能量 包括大脑和肌肉 但是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这种转变 所以就会感到一些副作用 这个过程也非常类似于那些采用生酮饮食的人 大体上也是诱导身体从依靠糖类转变为依靠铜体来提供能量 虽然在断食期间不能够吃正常的食物 但是一些饮料是可以享用的 比如水 天然的苏打水 普通的茶 一些花草茶也是非常好的饮料 比如绝明子茶 薄荷茶 菊花茶 但需要提醒的是不要在茶里面加入蜂蜜或者糖 这很容易打破断食 咖啡也是可以的 咖啡也是帮助减少断食不适感的好饮料 黑咖啡最好不要添加糖 可以添加一小勺牛奶或者杏仁奶 我们在另外的两个视频中专门介绍过断食可以饮用的饮料 断食的时候便秘怎么办 有的人在断食的时候出现便秘 这是因为饮食的减少或者水分的缺乏导致的一个副作用 便秘的时间越长 对断食的影响也就越大 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防止便秘 饮食减少了 那么摄入的纤维相应的也变少了 所以在断食结束之后 进餐的时候 适当增加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 比如蔬菜、豆类和水果 其次应该补充足够的水分 即使在断食期间饮水不要减少 甚至要多饮水 让身体保持正常的代谢 也能够预防便秘 第三 长久的坐着 这是导致便秘的一个重要因素 适当的活动也能帮助预防便秘 包括一些体力活动和运动 都能够增加肠乳动 减少粪便在结肠中的时间 减少水分的吸收 更容易排出 预防便秘的另一个办法是服用芦荟汁 买一片完整的芦荟 切一小片打成汁 每天服用两次芦荟汁 对于消除便秘也有一定的作用 可以尝试一下 断食能不能喝无糖酸奶 酸奶特别是原味酸奶 很有好处 它能够改善肠道中的益生菌 是健康食品 但是在间歇性断食的时候 能不能喝无糖酸奶呢 包括自己酿制的 没有添加糖的酸奶 简单地说不能 在间歇性断食的时候 不能食用酸奶 不管是有糖的 还是无糖的 因为酸奶本质上是食物 它含有比较多的热量 会破坏间歇性断食的状态 刺激胰岛素 跟酸奶相类似 添加了奶油的咖啡 螺汗果冲泡的甜茶 添加了这堂的绿茶 都不能饮用 断食的时候能不能服用维生素 很多人平时有服用维生素的习惯 比如维生素D 液体钙或者鱼油一类的东西 那么在间歇性断食的时候 还能不能服用这些营养补充剂呢 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断食 特别是比较长时间的断食 会引起营养素的缺乏 所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某些品牌的维生素里头 含有多种成分 比如含有糖 还含有蛋白质或者脂肪 如果摄取这样的维生素 会破坏断食 所以这样的维生素就不能服用 作为营养品的蛋白粉 或者质炼氨基酸 也会打破断食 加工成软糖的维生素 含有脂肪 糖分或者蛋白质 当然会破坏断食 也不可以使用 但是普通的维生素 比如维生素B 液酸 维生素C 维生素D 鱼油 都没有问题 它们不会破坏断食 医生菌 还有微量元素 比如钾 钙 铁 也是可以服用的 但是脂肪性维生素 需要跟食物一起服用 比如维生素A D E 所以这些维生素 最好跟富含脂肪的食物 一起服用 吸收效果更好 断食多长时间 脂肪开始分解 当肝脏中储存的糖原 耗尽的时候 通常在断食12个小时之后 发生代谢转换 脂肪组织开始分解 产生脂肪酸和甘油 油力的脂肪酸被输送到肝脏 在肝脏中转化为同体 通过血液输送到各个器官 包括大脑和肌肉 通过β氧化转化成能量 空腹18个小时之后 完全转变为脂肪燃烧的模式 但是在糖尿病患者中 胰岛素抵抗会延长代谢转换 所需要的时间 启动脂肪酸作为能量 供用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所以在糖尿病患者中 脂肪开始分解所需要的时间 可能更长 糖尿病人能不能采用 间歇性断食的方法 来改善身体呢? 刚才说到了糖尿病人 因为他们有胰岛素抵抗 所以身体开始分解脂肪酸 作为能量的时间更长 那么糖尿病人能不能采用 间歇性断食的方法 改善身体的指标呢? 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胰岛素抵抗是二型糖尿病 最突出的特征 人们已经发现 通过限制热量 也就是断食 可以改善 胰岛素抵抗的指标 有些人通过 断食一段时间之后 胰岛素的敏感性升高 胰岛素水平下降 通常高水平的胰岛素 会诱导脂肪组织的生长 体重就增加 胰岛素水平下降了 体重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糖尿病人如果采用 间歇性断食的方法 来改善身体指标 是有可能的 但是要考虑到一些风险 一个最直接的风险 就是正在服用 抗糖尿病药物的患者 在间歇性断食的时候 可能会诱发低血糖 低血糖会导致虚弱无力 头昏眼花 严重的可以发生昏迷 所以这也是一个 比较危险的情况 而且另一方面 在长期断食的情况下 身体会缺乏营养物质 包括蛋白质 这对糖尿病患者也是不利的 会增加更多的意外风险 所以糖尿病患者 如果想进行间歇性断食的尝试 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 而且要特别注意到 正在服用药物的调整 比如在断食期间 药物的剂量做一些调整 对血糖要及时地监测 已经有很多的报道显示 糖尿病人通过间歇性断食 身体指标得到了提高 但是并不推荐独自尝试 医生的指导可以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老年人或者怀孕哺乳的妇女 适不适合断食呢 老年人并不适合进行间歇性断食 断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 中风和心率失常的风险 而对于怀孕的妇女 或者母乳未养的女性 也不适合间歇性断食 哺乳期的女性每天还需要额外的卡路里 来保证能量水平和产奶量 所以这些情况并不适合进行断食 怎样打破断食 重新开始恢复饮食呢 实际上对于经常进行168断食的人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恢复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 如果是进行更长时间的断食 那么需要通过均衡的饮食来打破断食 比如地中海饮食 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 在间歇性断食的时候 可不可以运动 答案是肯定的 断食的时候当然可以运动 断食的时候运动有很多优点 它们结合在一起 可以调节生长激素和胰岛素的敏感性 影响肌肉的代谢 把健康的价值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